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俄乌战争进入第885天 先来看看战场上的情况 过去几天 俄罗斯人仍在努力扩大他们在卡利尼夫卡周围的控制区 为跨运河向查索夫亚尔发起进攻打击处 乌军则派出游击队和Tin Mars 袭击巴赫木特附近的俄罗斯后勤和装备破坏了其补给线 库皮扬斯克前线 乌军在H26轴线西南发起进攻 俄军则在辛吉福卡西北部出动了一个机械化纵队 向着这个村子发动了最近两个月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结果被乌军击败 损失了至少四个装甲单位 拖列斯克前线 乌军正在主动清理建筑物中的敌人 地点很可能是在纽约村 这是今天的纽约 俄罗斯军队已经摧毁了该市的很大一部分 但比起哈尔科夫的沃夫昌斯克 这里要好多了 由于几乎无间断的Fail轰炸 这里和阿富迪夫卡一样 已经完全从地图上消失了 F-16战斗机的到来 或许会改变这一不利局面 发射令120空空导弹 来击落投掷华翔制导炸弹的苏34前线轰炸机 这也是乌军最近一段时间来 积极进行晴空行动的主要原因 统计显示 自今年年初以来 乌军至少已经摧毁了277个俄军防空系统 要比整个2022年还多 而自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总计已摧毁了超过900个俄军防空系统 克里米亚方向 7月26日凌晨 乌军导弹部队与其他部门合作 再次成功袭击了克里米亚的俄军萨基机场 乌军用美国援乌Atex导弹 袭击了空军基地的一个弹药库 并摧毁了距离空军基地西北方向5公里的一个俄军雷达站 该机场是俄罗斯用来控制黑海空域的重要军事基地 并且也是俄军战机执行空袭乌克兰任务的主要前线机场之一 该机场部署了俄军各种先进的防空系统 但多次被乌军成功袭击 连防空系统自身也被摧毁 泽连斯基在当晚例行事项讲话中表示 占领者必须认识到这是乌克兰的土地 每摧毁一处俄空军基地 每摧毁一架俄军飞机 无论是在地面上还是在空中 都是在挽救乌克兰人的生命 伙计们 我们的战士 感谢你们实施的准确打击 此外 俄军一架米28武装直升机 被证实在俄罗斯境内卡鲁加地区坠毁 两名飞行员死亡 初步判断坠机原因是机械故障 我们之前已经说了 作为俄军新型直升机 米28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的出境率 远远比不上卡52短稳厄 有消息显示 米28存在严重的可靠性问题 尤其是变速箱等重要零部件 但这些消息没有得到俄罗斯官方证实 俄乌战争爆发第88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 歼灭俄军1,210名 累计俄军57.35万人被歼灭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11辆坦克 24辆装甲车 45门火炮 一个防空装置 86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三个特种设备 击落53架大型自杀无人机 一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 乌军官兵累计损失约13.9万人 其中死亡与重伤人数为1比1.5 另有约2.1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再来看看其他消息 我之前介绍过特朗普的乌克兰和平计划 其核心是让乌克兰认清赢不了的现实立即停火 本质上就是割地求和 这正是俄罗斯求之不得的小目标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多次公开表示 俄罗斯不反对和谈 但必须基于现实 许多特朗普支持者认为 西方政客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全都误解了特朗普 现在我们看看特朗普本人 和支持特朗普的黑力女士是如何说的 前几天 特朗普与万斯一同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他之前跟泽连斯基总统通电话时说 必须结束这场战争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台战争机器 他们打败了希特勒 打败了拿破仑 他们有数百万枚地雷 数千辆军用坦克 我引用的是他的原话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 乌克兰人赢不了强大的俄罗斯 只能基于现状立即停火 不然会死更多的人 并给美国带来负担 乌克兰及其欧洲伙伴 打不赢俄罗斯 只会拖累美国 这是特朗普制定乌克兰和平计划的主要依据 这对理解特朗普对乌政策至关重要 再看看共和党内拥有较大影响力 对特朗普非常了解的黑力女士是如何看的 美国当地时间7月25日 黑力在接受CNN采访时指出 我认为共和党内部对外交政策的立场存在分歧 尤其是乌克兰问题 他说 我要说的是 当俄罗斯得到一点点支持时 他们就会想要更多 所以特朗普和万斯应该向俄罗斯表明 不 我们要站在美国一边 我们不会站在俄罗斯一边 我们要站在乌克兰一边 我希望他们能这样做 黑力公开宣布 2024年美国大选支持特朗普 但他上面的言论清楚地表明 他不赞同特朗普的对俄 对乌立场 暗示特朗普没有站在美国和乌克兰利益一边 而是讨好俄罗斯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对特朗普乌克兰和平计划有另类解读 他认为特朗普一旦上台 将以租赁方式给予乌克兰高达500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支持 并完全取消队员5武器的使用限制等等 我认为 蓬佩奥是为了帮助特朗普选举 第一 蓬佩奥并非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 俩人最近三年甚至没有见面 而特朗普及其身边顾问从未表达过同样观点 第二 500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数量实在太过惊人 纯属信口开合 当然我不认为特朗普有能力出卖乌克兰 或者说有能力压乌克兰接受割地求和立即停火 我也不认为特朗普有能力颠覆美国的根本制度 牺牲美国的全球利益和西方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我一直讲 美国总统谁上台其实都一样 不管他们怎么说 最终还是会回到维护美国自身最大利益的立场上来 因此我不认为美国大选会改变俄乌战争的最终走向 无非乌克兰赢得战争的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 付出的牺牲大一点或小一点 我们曾经亲眼目睹前苏联灰飞烟灭 很快还将亲身见证俄罗斯分崩离析 这个大事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欧尔班都改变不了 乌克兰调查局7月26日公布一起罕见案件 一名在乌克兰边防部队服役的男性 在2022年2月24日战争爆发后几天 在混乱中逃离岗位逃到了家里 一直滞留在卢干斯克俄军占领区 此后不但冒领战俘津津贴 而且策返员单位同事叛逃到俄占领区 这对夫妻利用乌军无法核实占领区情况的漏洞 由妻子向丈夫所在部队写信 声称其丈夫被俄军俘虏 家里没有其他经济来源 生活困难 请求政府按规定照常支付其丈夫薪资 从2022年7月至2024年1月 他们非法骗取了乌克兰政府支付的战俘家属 津贴总额超过260万乌克兰格里夫纳 按乌克兰当地较低的生活物价水平 这是一笔金额不低的生活补贴 更可恶的是 这名男性还在占领区傀儡政府的执法机构中找到一份工作 并让他的前同事叛逃到俄罗斯占领区 正是他策返前同事的行为被举报 于是东窗事发 乌方执法部门已经将该男子秘密抓捕 该男子将面临最高12年监禁和没收财产的处罚 乌克兰是一个废除了死刑的国家 这要放在其他一些国家 发生在战争时期的这种叛国行为 多半是会被当场处决的 美国政府问责局7月25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五角大楼在对援助乌克兰的弹药、导弹和其他军事装备 进行估值计算时又发现了价值20亿美元的错误 加上去年两次发现的多计算的62亿美元 使得对乌军援的记账错误金额提高至82亿美元 这对乌克兰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这意味着国会对乌援助拨款多出了这几十亿美元可用 所有的差错都发生在总统直接授权 从美军库存中直接提取武器 因为按美国对外援助方面的法律 库存武器弹药均按折旧计价 之前可以看到 美国每次宣布一大堆对乌援助清单 金额却远低于公开可查的销售价 原因就是很多库存时间较长的武器弹药折旧价极低 有些相当于白送 只计算运输费用 这也说明美国对乌援助是诚意满满的 用尽可能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7月26日巴黎奥运会开幕 乌克兰派出有史以来规模最小的代表队 参加本届奥运会 乌方透露因战争已导致487名乌克兰运动员丧生 还有更多的乌克兰优秀运动员在战争中伤残 包括一些国际体育比赛的获奖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国际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们为团队感到自豪 尽管经历了这场战争 我们的男女运动员们仍设法为奥运会做准备 并展现了所有乌克兰人的精神 国际奥委会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将被允许以中立运动员的身份参加比赛 但开出了严格的条件 每名运动员都必须接受国际奥委会任命的三人小组的审查 以确保他们符合资格标准 包括没有积极支持俄乌冲突 没有与任何军事或安全机构签订合同等 最终只有15名俄罗斯运动员和17名白俄罗斯运动员获得批准 目前其他所有国际体育赛事和重大国际活动 差不多都执行上面同样的标准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被排除在所有重大国际赛事之外 这显示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当前在国际上是多么孤立 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了解一个人的人品道德 可以看他结交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 了解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口碑形象 可以看这个国家在国际上有哪些长期交好的铁杆盟友 欧盟7月26日宣布 开始动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的收益 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首批资金为15亿欧元 俄罗斯曾严厉警告 一旦欧盟这样做将面临严重后果 但显然俄罗斯这条红线又被悄悄地抹去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发表声明说 欧盟把被冻结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15亿元收益 拨给乌克兰 用于乌克兰的国防和重建 欧盟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些资金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框架拨付给乌克兰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 这笔款项中的14亿元将用于购买优先的军事装备 包括防空系统和炮弹 其余1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军工企业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 是挺污反俄的急先锋 爱沙尼亚的总理还因此被俄罗斯起诉了 罪名也很好笑 移除苏联战争纪念碑 立陶宛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等波罗的海国家 反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苏联进攻芬兰和吞并波罗的海三国 基本是同一时期 芬兰奋起抵抗 用惨烈的牺牲保卫了自己的独立 而波罗的海三国则选择了投降 结果俄国到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大批当地人送去西伯利亚 和本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 这些人基本没有生还者 最终横死的人按人口比例并不比芬兰少 比这个更残酷的是 波罗的海三国的发展因此失去了70年 以爱沙尼亚为例 1917年 芬兰的人均收入是爱沙尼亚的84% 到了苏联时期 爱沙尼亚的人均收入变成了芬兰的22% 解体之后 爱沙尼亚奋起直接追 现在的人均收入是芬兰的84% 一个国家 一套体系好不好 光打嘴炮没有用 人民要的是更好的生活 就像老人家说的 不发展经济 不改善人民的生活 只有死路一条 爱沙尼亚等国 害怕重回北极熊的势力范围 乌克兰誓死也要挣脱俄罗斯人的束缚 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北约东扩其实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在地球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 虽然主体 客体各不相同 但道理也是类似的 不可本末倒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 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